-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,对美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相对地位,与所在比重已经明显下降。 - 中国对周边外交的重视程度从2016年起,已经超过了对大国外交的重视程度,但就国别外交而言,对美外交依然排在第一位,并具有示范作用,因此,准确判断美国对华战略干系甚大。 - 笔者的基本判断是,美国对华战略,已经从两面下注转变为全面防范,但并没有把中国看成苏联那样需要加以遏制的敌人anime,而是看作需要严加防范的对手. - 遏制是个被中国学界与媒体滥用的词汇,许多人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,对此,笔者曾经在两篇学术论文中,进行了辨析进阶处中有防范,但没有遏制。 - 冷战后,美国对华战略的再戒毒,在太平洋学保2004年第九期,美国在平衡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,在世界经济与政治,2016年第五期。 - 这里想说的是,遏制是冷战期间,美国对苏联采取的战略或政策,其核心内容是,对苏联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各方面的对外扩张,与交往行为,进行全面的围堵与隔离。 - 政治上美苏各主导一个阵营,经济上各主导一个平行市场,军事上分别主导北约与华约,文化、教育,科技上两个阵营之间很少往来。 - 美国对苏采取遏制战略的主要原因在于,美,国认为苏联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具有扩张性,将为邪道资本主义制度,与美国的生活方式。 - 美国很清楚中国不是苏联,遏制战略对中国不致用,因此,采取的是另一种战略。 - 从尼克松访华开始的2010年左右,美国对华战略都是表面下注,表现来既接触又防范,希望中国对内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,实现政治上的民主化,对外融入现有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,而不会令气笼灶。 - 而在2016年之后,则转为全面防范,以特朗普上台后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标志。 - 美国不再寄希望于改变中国,而是把中国当作经济上的竞争者,安全与政治上的对手,一些问题上的潜在敌手,并为此制定相应的政策。 - 具体表现为,联手同盟国与伙伴国,从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科技、教育、文化的多个方向对中国施压。 - 经济上的关键词是对等reciprocity,科技上防止中国留学生学习某些专业,而动摇美国在相关产业上的优势。 - 文化上防止中国影响力在美国的扩大,防止中国动摇美国在这方面的无产业优势,安全上强化与盟国、伙伴国的合作,并构建新的安全机制。 - 典型如美日印澳四国同盟,已在印太地区,防范中国军事实力的扩张。 - 美国会还通过与台湾交往法,为强化对中国的制衡做好法律准备。 - 克朗普对于意识形态、人权等议题的兴趣不大,对全球领导地位、军事同盟的重视程度,也是二战后历练总统中最低的。 - 他的兴趣主要在于美国的经济利益,特别是制造业方面的相对获益。 - 美国并不想从经济上把中国从世界体系中隔离出来,而是觉得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,被与中国的政府主导市场模式博弈中之亏了。 - 特朗普想借助美国的整体实力优势,一方面迫使中国开放市场,以利于美国的服务业,先进制造业的发挥比较优势。 - 另一方面,加大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难度。 - 此外,为了制保美国的技术优势,还采取多种措施,限制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与收购美国公司。 - 限制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某些专业,要求中国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,由政府出面打压中国制造2025中确定的高科技产业。 - 从中国的角度看,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,是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。 - 因此邓小平强调,中国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是权益之计,而是长期的战略性的政策。 - 这一点现在依然没有改变,习近平甚至强调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,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。 - 不过,随着实力与自信心的提升,中国也展示了一些新动向,外交上从它光眼会转向奋发有为。 - 在对美关系中,越来越多的设置一程,大力支持经济全球化,为其他国家的现代化,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。 - 总之,中国对美战略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,对两国关系的影响。 - 美国大于中国,但美国对中国的整体定位,是对手而非敌人,其对抛战略从合作为主调整为竞争为主。 - 这是一个转折。但未必是质变,它不同于冷战时期美对苏实施的遏制战略,而是保持接触前提下的权力。 - 公楼- 示� produto,当 demonstrations使命的效益。